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公乐》 和大家看看中港股市的走势 见到两地的股市都现在是偏远 没什么动力 上证指数是在升大约不够一点的水平 去到3,054点 深正城市跌25点 保一万零八百二十九点 至于沪深300指数是跌1点 保三千二百七十五点 创业板指数是跌12点 保二千二百八十点 听到港股 港股是升转跌 现在跌36点 保二万一千五百二十四点 国企指数是跌21点 保八千九百八十八点 这一节嘉宾是请来Wafi 和我们跟进一下焦点的股份 Wafi 你好 你好 Wafi 这节讲一下腾讯的消息 见到腾讯再买东西 有传他大概打算用92.66亿元 增值内地音乐串流公司 海洋音乐 China Music Corp 成为控股股东 完成交易之后 腾讯的市占率 将会增加到54.9% 清白内地音乐串流市场 腾讯没有评论这件事 但看到腾讯的股价是连升了六天 昨天破顶高见$184 收报是$183.5 升幅有百分之1.3 看回今天 其实又再破顶$184.5 现在股价没有变动 Wafi 也看到他近期 都比较多动作 之前刚刚才买完Super Sale 现在又要买串流公司 那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很多钱 以及对于公司的增长前景 是不是有帮助呢 当然你这么说 腾讯的确你看到近期 都有很多动作 当然他未承认是做了这件事 但就见到的确实说 很多不同举动就找东西买 但是买了那些 全部都是科网相关的行业 其实很明显地 就是他不断在互联网的世界 是在扩展自己的业务范畴 当然你说最主要这样做的因素 一来他本身基本面很强 即是他本身已有的业务 是很稳定的 或者是很硬正 所以才可以连入那么多的空间 或者那么多的弹性去做其他东西 二来他本身真的可能是比较多钱 所以可以不断去还延伸 不断去将自己的版图不断去扩阔 这个本身的做法 已经是多意味着进一步 他在整个互联网世界 或者科网业来计 一个龙头地位 不断在巩固 这个是比较强的做法 当然了 以最新来讲 全景可能进一步 买一些内地的网络音乐 因为以内地网络行业来计 网络音乐行业来计 当然特别是手机方面来计 现在其实它是比较分散的 如果大家也有用开的程式 以内地来计算 比较多的 比如天天动听 熬我音乐 熬狗音乐 QQ音乐 等等 这几个或者大家听过的名字 都各自佔了两成多 一成多 或者大概一成多的市值 即是比较分散一点 而以本身自治三个底子来计算 内地相关手机音乐用户 其实都达到4.5亿用户 所以是比较大的市场 或者比较分散市场 而坦白说 本身腾讯自己有的内地网络音乐 就是刚才提到QQ音乐 暂时内地占了大概15.3%市占率 在内地是排行第二 但除了这个直接自己持有之外 其实以前也有一些入股 本身持有部分的熬狗音乐和熬我音乐 原本来计计 因为熬我和熬狗音乐 这两个内地的网络音乐 是内地一间海洋音乐集团公司 这间公司本身腾讯持有一成多股权 其实他们本身也有份 但以最新来说 腾讯可能再会拿到差不多100亿左右 是做一步增持海洋音乐集团的股权 从1成6去增加到6成 假设真的成了一事之后 有6成的股权都是他的时候 就会变成譬如 熬狗音乐 QQ音乐和熬我音乐三者 都是关腾讯事 而这三者在内地这一刻 虽然我们的网络音乐是比较分散 但这三者占了整个市场 都过了大概五成左右的市占优势 以这样看 的确有利他们进一步 去巩固市场的龙头地位 是一个强的表现 所以我对这些有传的收价 或者有传的举动来说 其实意味着 腾讯我觉得前景仍然是比较强的 暂时来说真的数不到太多 对它比较负面的东西 除了突然间 可能内地对互联网的行业有些打压 但始终我觉得打压得来 又不会真的推倒腾讯 因为以内地的特别压工的看法来说 都想有一间自己本土企业 科网业做强做大 是代表中国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有时只要不是太过犯 或者有什么负面的东西 不会怎么打压 所以现在来说 始终我腾讯的看法 似乎真的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 我看法上说还是比较强的 我又看看外围方面的消息 对科网股的支持 先看看日本即时通讯软件 LINE的月托证券 星期四在纽约正交所第一天挂牌 股价比招股价升超过2.6% 收市是报41.58美元 这支股份星期五在东京正交所都会挂牌 上市时发售3,500万股 其中2,200万元ADR方式在美国上市 另外1,300万股会在日本发售 公司每股之股价32.84美元 集资价11.4亿美元 这是今年最大的新股上市 上市时的股值大概是70亿美元 现在3月底的时间 其实LINE的活跃用户是2.18亿美元 去年12月是2.15亿美元 去年9月是2.12亿美元 看到增长已经放慢了 但是在香港来说 腾讯是否唯一只可以受伪的股份 当然也是 因为以近期 尤其昨晚LINE在美国上市 看到股价也有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这当然也有利 可能腾讯未来的股价的看法 或者整体的表现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LINE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的模式 都是即时通讯的软件为主 在韩国方面叫做起家 当然以估值 或者用户来计算是不低的 但是以上次的其他 还有微信或者WeChat 甚至乎业务的性质 跟LINE相似 但是相似得来 以微信或者WeChat 无论从活跃用户人数 都较LINE为之多之余 以整体估值上说 更加是LINE的几倍流上 即是变成LINE 能够在昨天上市那一刻 都股价上那么强 或者有一定追捧性的时候 既意味着这样看 对腾讯也是更加有利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一刻 他其下的微信 虽然说到 用户多 或者估值也高 但实际商业化 其实未能走出来 还是走 即是起步的阶段 所以以这样看 起步的阶段 腾讯已经那么强 未来 微信真的做到商业化模式 是有钱回来 或者贡献越来越多的时候 整体前景是更加理想 所以配合这件事去看 其实都不断地说到 其实也很大力地说 腾讯根本上是一只 没什么输的公司 唯一你担心的 可能就是股价升得很多 这一阵 有一些回调的风险 但是回调得来 其实始终本身 基本上那么强 我觉得都会保持着 比较大的价格 所以配合这件事来说 似乎腾讯都依然是一只 很值得大家考虑的股票 看完LINE的股价之后 再跟进日本任天堂手机游戏 Pokemon GO 在上星期五三个市场都推出之后 很快就热爆了 市场上很久都没有这么热爆 全世界的手游推出 刺激任天堂股价翻山 短短一个星期 竞升是超过五成 上星期四 16270日元 竞升到现在的25000多日元 在美国那边 股价都是暴升 市值都暴涨了 Rafi 都见到 其实香港方面 当然没有一个直接受惠的股份 但是你觉得 受惠于Pokemon GO 其他手游股份 可否留意一下 当然都有个利好因素 Pokemon GO这手游 近期这么热 带旺了几件事 一来可能是个别手游股 二来带旺了一些所谓AR、VR概念股份 特别是做一些VR的镜头 OLED的股份 例如信你这些 所以其实有不同程度的炒作性 但如果以手游角度来说 刚才提到的 会带旺了大家对手游的看法 但以本港上的手游公司来说 其实我认为很多 我都觉得一般的 因为他们比较竞争大 二来比较小一点 但唯一真的 当然又拉到手游方面的 亦是腾讯 因为腾讯的手游业务 其实都在内地 是一个龙头的地位 可能很多的手机游戏 都要和它 透过平台发布 内地去行 打入内地市场 便是有个分成因素 再加上先开头 最少说到的就是 腾讯之前收购了 芬蘭这间的Supersell 这间公司 亦都是一间手游的公司 所以从手游业务来说 其实腾讯的前景似乎 亦都是很强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数到哪一个业务 总之关互联网事的话 腾讯都有它的优势存在着 所以以这样看 其实这只股份 或者这间公司 整体中上线的前景 其实自己看法是十分理想的 但如果要考虑也好 始终这一阵多了一点 我觉得稍微让我们回调一点 才做中线部署比较好一点 好 明白 多谢我非常重要的分析 刚才说过的腾讯 今晚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的 好 待会留下来 有其他的直播环节